歡迎大家來到《讀經法》,今天是第八課的第一節。 我們今天仍然是史實式的啟示模式和《讀經法》, 就是進心的練習。一幅圖,再次講解一下。 史實式的《讀經法》,三個最重要的要點就是觀察、揣摩和詮釋。 觀察各樣經文中所記載的神、人、事物、地點、時間等資料。 在這些資料中,我們去揣摩背後信仰的理念,有因果的關係,有動機,有背後的屬性,含義等等。 最後,我們在經過合理的傳釋底下,和在本身話語式的真理規範底下傳釋之中, 我們最後有總結它的真理主題,真理的仔細詮釋而顯出的信仰亮光, 以及對於我們每一個人領受真理之後的信仰反思和行動,這是真理意義的。 希望弟兄姊妹記得史實式《讀經法》的重點。 好,今天我們進行練習的第一段經文就是《創世紀》十五章一到二節。 好了,我們先讀經文吧。 這時以後,耶華在意象中有話對阿伯蘭說:「阿伯蘭,你不要懼怕,我是你的盾牌,必大大地賞賜你。」 阿伯蘭說:「主耶華,我記無止,你還賞賜我什麼呢?並且要承受我家業的,是大馬士格人以利以借。」 好了,這裏我會點出的約詞就是這幾個。 這時以後,在意象中,阿伯蘭,不要懼怕,我是你的盾牌,大大地賞賜,和承受家業。 我開始詮釋約詞了,這時以後。 第一章的意思是,這件事發生之後,這件事是指什麼呢? 想我們跟回上文。 上文第十四章記載,阿伯蘭把羅德一家從戰爭混亂被俘虜當中拯救出來。 阿伯蘭向神的祭司墨基世德獻上感恩的兒子,並且不要鎖多瑪王的財物。 這件事發生之後。 在意象中,這個字英文譯的時候叫Vision,是個名詞。 這個字的源於一個動詞就是漢見。 神在一種情況下給祂看見。 下一層的意思就是說,神給阿伯蘭看見某些事, 而這些事往往帶來啟示性,和未來有關的。 這件事和後文的記載都相符合。 阿伯蘭,阿伯蘭的名字叫做,這個意思被高舉之父。 阿伯蘭是神從加勒底吾爾夫照出來的人。 神應許他必從他建立侍奉耶華的國度, 因此,經過詩詞各樣大事之後, 神在意象中向祂說話,是關乎阿伯蘭的事。 不要懼怕 神勸勉阿伯蘭心裡不要懼怕。 神勸勸您所不可以言, 和aining each other, 此臣在意象中向他顯明,並且立即安慰他,不要為將來擔憂懼怕。 我是你的盾牌,臣是阿伯蘭的盾牌,盾牌是真戰當中士兵防守的武器。 神以此話來表明,神是阿伯蘭生命的保障,因此阿伯蘭不用懼怕去面對將來任何事,因為神必保護他和他的一家人。 今次大大地賞賜,神會大大地賞賜阿伯蘭的? 神看見阿伯蘭不採納所多瑪王的建議,因阿伯蘭不想往後有人以為他的財富是從所多瑪王來的。 阿伯蘭定義要讓世人知道他的財富是出於神的。所以神越納阿伯蘭的心旨,也再次宣告他大大地地供應阿伯蘭。 承受家業,第一層的意思就是承受阿伯蘭所有的財產。阿伯蘭聽到神會賜他更多的財富給祂的時候呢? 他仍未有自己的兒子,所以他以為這一切的財富最終只能給他家中最喜悅的仆人而便宜者。 雖然在這一刻他感到無奈,但這個說話也都反映出,阿伯蘭真的相信神會給他更多的財富,以保障他一家的生活。 那麼剛才我們詮釋完所有的約詞之後,我們就得到一個信仰的主題,總結了。 那麼今天的總結,信仰主題就是,神是投靠者的保障。 那麼再仔細的亮光是,神是投靠者生命的保障。 那麼我們講到阿伯蘭,心裡懼怕。 那麼神呢,就向祂說話,說是祂的盾牌。 那麼我們詮釋出來的真理亮光,就是神是投靠者生命的保障。 第二,神是投靠者生活的保障。 當阿伯蘭決意不要所得馬王的建議那些財富的時候,神就主動設更多的財富,去保守他們整個家族的生活的需要。 亦都是反映神越立他這種以高舉而言神的心旨。 那麼透過這一段經文的詮釋,我們知道,凡是這樣投靠神的人, 神都是祂生命的保障和生活的保障。 當我們知道這個真理的理念之後,我就有以下的感受和討告的回應。 感謝神值今天的經文再次提醒我, 你昔日是信靠你的阿伯蘭生命和生活的保障。 今日也是我生命和生活的保障。 所以我不須要將世人為此而憂慮, 反而為每天所得的常存感謝你的心。 希望大家透過這段經文,都帶出這一種感謝重贊神的心。 當然,恩著神的話語,可以將一切擔心憂慮射給神。 好了,下一次預告了。 我們下一次會探討盡心研讀但二里書三章八道十八字的經文。 大家可以在家裡先行自己研讀, 並用史實式的讀經法慢慢去觸摸、去歸納, 而得著裡面真理的亮光。 今天的讀經法第八課的第一節就到此為止。 再見! 好,今天讀經呢,我們就到此為止。 。